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百万元转站创业录 这么可爱的币贴担心买回家不会贴线还提供贴心服务 虽然贴心的道府服务只限定北部地区 不过却也吸引了不少客户 再加上只有市面接近一半的价格 大包装里五张不同图案的造型新加坡进口币贴 要价1690元 小包装更是不到1000元 在网络上销售才三个多月 就创造出一个月卖出30套的好成绩 比方说你可能食物啊 还一直会有人就饿了再买饿了再买这样 但是这个不是啊 这个就是比较装饰用品 而且这产品很新 我觉得大家还会可能会说一些陷光万象 不仅在价格服务上下苦心 就连销售方式也善用资源 朋友开设咖啡馆 就免费在墙壁上贴上自己销售的币贴 不仅打好关系 还能免费做广告增加曝光度 再运用自己在贸易公司里累积下来的谈判技巧 和客户做交流 就是要让自己的创业梦 即使碰上难得一见的经济崩爆 也要逆势闯一闯 见采访刘志胜桃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